身体不舒服的时候都会到国术馆去推拿 不过要小心着病痛没有缓解 还可能变得更严重 有一名在幼稚园里教幼儿御动的胡老师呢 因为这个酸痛到了国术馆推拿脊椎 没想到这一推推出问题 害他腰椎受伤开刀连工作都丢了 只能到早餐店去洗碗 他向台北市议员陈青的时候激动落泪 局部围间走起路来还要扶着腰 胡娇姐原本是在幼稚园教幼儿律动的老师 只因为到国术馆按压颈椎手臂和脊椎来疏压 推拿了11次之后发现推出了问题 现在不但不能久站久坐还丢了工作 我小女儿三岁的时候 她有一天就问我说 妈妈你还会痛痛吗 你什么时候可以抱抱我 这件事情真的是让我身心受害非常非常的大 胡小姐连自己的女儿都没有办法抱 让她一气之下对国术馆提出了告诉 但是国术馆的医疗纠纷层出不求 台北市卫生局竟然从来没有开罚 民众只能自行诉讼 议员痛批市政府置身事外 而医管局的官员却说根本无法可管 这种机构本身它现在可能一般的民俗条理业 它在商业登记以后的话它就营业 可是上不是在我们目前的 卫生医疗法规里面的管理的医疗机构跟医师机构 依照目前的法规卫生局只能够用 稽查营业卫生的方式来对国术馆辅导改善 发现秘医行为也只能够移送法办 提醒您为了避免桥出了问题 还是到合格的医疗院所治疗才放心 记得她愿意李维庭代表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